新北市三重自強路在上午11點多 一棟公寓發生了火警 警消抵達現場看到了三樓陽台冒出了陣陣白煙 消防人員初步研判 起火地點應該是在三樓的臥室 火事延燒到了客廳還有雜物書報等 都迅速的燒毀還好火事成功的控制住 而屋內兩名住戶也自行脫困 無人受傷